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香港大學和慈山子合辦的 Love Hong Kong You Love You的現場 同事Charles 今天很開心我們迎來我們《身心靈》系列的其中一個講座 在這個日子我們很開心邀請了我們的秀豐禅院的主持和指導師 大觀禅師會和大家做一個分享 之後如果大家在這個時間也可以在那個Q&A box上面 或者在Facebook留言 我們稍後有時間會回應一下大家的一些提問 或者一些疑問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們今天的節目 其實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一切由零開始》 你隨便聽的時候都會覺得 《一切由零開始》這件事好像和佛教沒有什麼關係 我就這樣接觸這個主題的時候 都覺得這個好像一本《心靈雞湯》的書的一個題目 究竟這件事會如何呈現出來呢? 大觀禅師會有什麼分享呢? 其實我也很期待 或者我們也事不宜遲 好嗎? 你這個時間也歡迎大觀禅師和大家做一個開示的分享 有請大觀禅師,謝謝 謝謝 好 那麼你,Charles 我還未進入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禅宗的故事 這個故事就是說 有一個出街人,他的名字叫文益 他就和兩個和尚一起行腳 去到一間寺院,叫觀音地藏園 去到那裡,為什麼要下大雪呢? 他們就不可以跟著他們的行腳的路程 他就在那裡住宿了一晚 第二天,他離開的時候 那間寺院的住宿又是一個禅師 他的名字很特別的,叫羅漢禅師 送他們三位出街人下山 送他們下山的時候 他就問文益一個問題 他說 法師,你很擅長講經 因為他是很擅長的 很精通經教 所以他去到那裡都是很出名的 他對於經教的深入體驗是很大的 但他就沒有實證 所以他們想行腳 當時羅漢禅師就問了文益的問題 法師,你經常說三界唯心 萬法唯色 你有沒有看到圓前那裡有一塊大石 我想問你這個大石 是在你的心的外面 還是在你的心裏面 因為他講開三界唯心 很快就回答了 當然是在我的心裏面 當時羅漢禅師就和他講 當時羅漢禅師就和他講 哇,法師 如果你要下山 你要行腳 你要小心點 因為你去到那裡 你都會帶著這個大石 去做你的行腳的修詞 當時羅漢禅師就和他講 他聽到他就呆了 不懂得回答 因為這樣反問他的時候 所以他就決定他不下山了 去不去行腳 然後就留下 跟蟬師學法 後來成為一個很出名的禅宗 其中一個宗叫做法眼宗 他就是我們法眼禅師的開山祖師 我為什麼會帶出這個故事呢 其實很多時候 尤其現在我們面對的景色 全世界都有很多災難 尤其是疫情 全世界全球性都有這個問題 香港也都是面對很多這些問題 問題我們就好像這個蟬師 好像一文憶一樣 究竟我們看到的問題 是不是我們把外面的問題 放在自己的心裏 如果我把問題放在心裏 這就是我們很多時候的壓力 我們學時不是學什麼呢 學時不是認識我們自己 認識自己 我是誰 去認識我們 誰是我們的主人 這個大石是我的主人 這個大石是我的主人 當時這個逆境是我的主人 當時某人說的說話 影響到我不開心 那是主人 那是主人 所以善就是學什麼呢 首先學認識歸靈了 我今天就有些道具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學歸靈有什麼好處呢 歸靈就是 我們說 我們的心 如果我們沒有壓力 沒有雜念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好像一個 一個綁 這個綁 這個綁 如果我放一個 我開 現在我要用這個 這個綁 好像我們的心一樣 我們經常都要用這個心 很多時候 我們用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有些事情發生 你看到的數目是經常在這裏轉的 外面的景經常都在這裏轉的 我的心也都跟著它轉的 但是呢 那個景離開了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修辭的時候 這個綁就會有零 但是如果我有些記憶 我還有些執著的時候 你看到嗎 這些就是我們胡思亂想的 動來動去 實在有很多事情想的 法治歸靈的 但是如果我們完全是 放下的時候 我們的心 這個我們說的這個綁就會很準確 為什麼我們要認識我們的主人 就是很重要的 這個主人 如果我們用佛教 有幾個 有一個 我可以用一個PowerPoint去分享 其實我們這個世界 如果我們要認識這個世界 是不利 我們說 從原生 從原滅 這個緣起 那個過程 這個世界所有的因緣都需要一些緣 然後它會出現一些景 然後也從原滅 你想想 十年前發生的事情 今天已經沒有了 十年我們擁有的東西 很可能現在我們又有變化了 當它還未出現 就是當一樣的出現的時候 也會有很多因緣 有很多我們叫做Conditions 很多條件 會將一些事情出現 然後會延續一段時間 然後它又會消失 所以一切萬事萬物都是從原生 從原滅 但是後面那兩句說話我覺得很有趣 也帶出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就是我佑 彼佑 我滅 彼滅 例如這個我有 彼佑 我滅 彼滅 如果我用方程式去解釋 我相信大家會容易了解 我佑 彼佑 等於一加一 這個我 我有 你又有 我又是一 你又是一 我們有很多互動的 一加一 一加一等於二 我有 彼佑 所以你做的事 我做的事 就有些結果 這個結果有時會是美麗 有時會是痛苦 有時會是讓我們學習 讓我們成長 但是依然在這個過程中 過去了 也會變成回憶 這個回憶又令到我們怎樣呢 令到我們的心有記憶在這裏 當心有記憶在這裏的時候 我們的心不歸零的時候 你看回這個計算機 他不歸零的時候 他沒有法子做到事 譬如我現在這個 其實這個綁很有趣 我黏著它 它已經有數目字了 像我們人一樣 我們一有濕著 我們一有攀圓 我們有一些胡思亂想 其實我們的心靈的綁 我們說的綁不准 亦都反映我們的心靈 我們的心不會清晰 我們沒有一個清晰的心 沒有清晰的心 你想想 如果你的綁不准 譬如現在我接近是十三 又去到十 我經常跳來跳去 已經不准了 我又要去做事了 我又要放一些東西在心裡 我要處理 那你想想 你想想 這個綁 你看的東西會不會准 除非我不執著的時候 我拿開的時候 我要放下我的看法的時候 這個綁現在它就不准了 之後你要拿開一件事 我又被滅 那我滅 被滅就是什麼呢 就是等於一乘零 等於零 所以這件事也存在 但是我的心 是在零的狀態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 有任何的事發生 我們都可以很冷靜 其實現在在這個時刻 其實修行是很重要的 我們找回我們的智性 我們說這個智性很重要 認識回我們的主人 我們內心的主人很重要 崇山是否有這樣的譬如 說現在這個在2000年 他來香港有一個開示 他已經有提指示我們 他說在2000年後 這個世界會變得很快 他在2000年前就好像一棵樹的果實一樣 你知道一個果實 你首先要種一棵樹 如果你譬如種 譬如就算是香蕉 你也不能馬上有香蕉吃 你也是由苗 然後慢慢種 然後等兩年三年 然後有日月星辰 有太陽 有雨水的滋潤 它慢慢成長 然後它就會結了一個花 那這個花 你知道嗎 要由這個花 變成一棵樹 都要一整年的時間 我們才可以有 這棵樹的滋潤 才可以有得吃的 但是這個地球也是 因為地球其實在世界大戰前 人口只有2億元 但是現在是多少億元 7億元 是很多人 我這個數字 或者說得不太準確 但是在這麼短時間 人類變得很多的時候 這個地球很多東西 資源有限的時候 還有當果實熟了 譬如這個地球好像有果實的時候 這個果實熟了 在很熟的時候是很甜的 是很好味道 就好像我們 很可能我們在20年前 或者30年前 我們每個人都說修行 沒有人喜歡聽的 因為每個人都很享受這個世界 給我們很多美麗 很多享受 但是現在這個地球 我們形容 蠶絲形容 好像Rotten Fruit一樣 這個Rotten Fruit 頭頭的Rotten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裡有一些黑點 不是全部是Rotten 全部是Rotten 是某幾個地方 是有些比較Rotten 爛了的地球 但是慢慢慢慢 整個Fruit都爛了 現在這個世界 就好像Rotten Fruit一樣 那是不是我們看到這個世界 變成Rotten Fruit 是不是我們絕望呢 其實不是的 對於我們Practice來說 現在是我們的Golden Time 現在越多人修行 越是對這個世界 是有種貢獻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Rotten Fruit裡面 有一顆種子 這顆種子 如果我們找回這顆種子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 再將一顆新的種子 再去種植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新的希望 新的世界會出現 所以我們學歸靈的意思 就是說去找回我們這個智性 因為智性是怎樣的呢 就是我們可以當家作主 就是我們有事發生 有很多事情很不平衡 我們好像有一個不倒翁 這個不倒翁 如果你推它 它會… 我會有一個不倒翁 這個不倒翁 你想想 如果我推它 它會轉動的 但如果我們有Practice的時候 無論我怎樣 即是景色怎樣搖它 它會找回它的中心的時候 它就會轉動下來 讓我們看到一個不倒翁 就像是找人 我們有理解 這個建築 我們有一個不倒的中心 當然在訓練過程 我們也會受到景色影響 當景色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也會受到它的干擾 但是如果我們有Practice的時候 我们很快就会定下来 定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归零的作用就出现了 归零我们叫Clear Mind 我们有Clear Mind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们听到的东西 我们尝到的东西 我们就算用我的思维想法 都会很Clear 这个Clear就像一块镜子 Clear,Clear,Clear like a mirror Mirror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可以反照 固实反照外面的景色是什么 反照完 那块镜子又是很Clear 就像这个绑一样 它做完工作 它绑完了 先按它 它又会归零 它就可以运作 在社会里面没有问题 有压力没有问题 有人不喜欢我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意思就是 在这个遥动里面 我会跟它相处 因为我有Clear Mind 相处完 我又可以归零 我又不会受景影响 所以我们学禅 有三个工具 给大家去训练我们的ABC A就是说 Attention 现在此时此刻 我们在做什么 当我们的心很混乱的时候 其实我们需要ABC 帮助我们去找回 我们这个不动的心 或者归零的心 很多形容词形容 或者我们叫清明心 当很多东西出现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问自己 我现在在做什么 Right here right now 我现在在做什么 内心也有些东西干扰我们的 而且外面的景 因为很多变动 常常在转化 也会干扰我们 我们需要B和C B就是我们的感觉 C就是我们的感觉 B和C其实不是分开的 B和C是一样的 我们用一个腹式呼吸 去将自己的心灵 安静下来 其实我们如果想 把心快乐 安静下来 这个呼吸 这个法门 是非常有效 我们慢慢吸 慢慢呼 慢慢吸 慢慢吸的时候 小腹涨起 慢慢呼的时候 小腹收起 在这一刻 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你和自己的呼吸 和自己的呼吸 和自己的呼吸 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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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做兩次 好 大家在呼吸中 你覺得自己安靜下來嗎 雖然只有三下的呼吸 但是身體已經安靜下來 所以B和C的呼吸 我們從吸氣 如果能夠去到小腹 是可以的 去不到也不要緊 最重要是放鬆 其實放鬆 那些氣就會去到小腹 但是如果我刻意去呼吸 令到小腹脹起 就有時候會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背後這個放鬆 其實就是斷令我們回歸零的狀態 當我們心靈歸零的時候 你現在睜大雙眼看一看 只要我們五個呼吸 我們看的東西是清晰了 人的頭腦是冷靜了 這幾樣的訓練 是幫助我們歸零的 人們罵你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好的練習 其實現在這個疫情 我覺得給我們很大的機會 我們練習 練習 也是疫情 他不是我的主人 但是如果我在清明心的時候 我知道我應該要怎樣去保護自己 我怎樣去調教自己的生活 我懂得保護好自己 自然我身邊的人也會安全 所以我們叫做自利利他 但是如果我沒有清明心 我只好執著自己的看法 我的見解的時候 跟這個真理不相應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帶給自己很多煩惱 也帶給身邊很多人很多煩惱 很多人問我 那我怎樣歸零 我都分享一下 其實我很小時候 我不知道 我都不知不覺間 我都好像有這樣的功能 我懂得歸零 我分享一下 我記得我七歲的時候 我讀一間 都是一個美國修女辦 一個 一個 Catholic school 那時候 因為我未出家前 我有自己其他的信仰 當他們發覺我 他很好笑 我真的很有趣 我去讀一間學校 他要我改了我自己的名字 他要給我另外一些法國名字 改我的名字 後來他發覺 你不是天主教嗎 而且我讀書又不是很厲害 我都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讀書不厲害 不等於我們不可以修行 不可以出來面對社會 很多問題 也不是 我覺得我也是一個例子 給了一個鼓勵大家 過去的事情都不是最重要 但是都是一個經歷 當然你不擅長 讀書不厲害 考試又不合格 那時候 老師第一個 最不喜歡你 突然有一天 我又是 不知道為什麼 老師很不喜歡我 突然叫我站起來 然後他說 你看一下 叫全班的人 看看 他不信天主 所以他是魔 那我突然間 七歲 我也不知道什麼是魔 突然間 我站起來 我說 那我看看自己的身體 咦 我是人 為什麼他會說我魔 但是我又不會說 不會不開心 然後我看到我身邊的同學 還有一個女生 我還記得他的樣子 還有那個 他很有趣 他們的樣子 我不覺得是恐怖 他們直接 因為聽到魔 這個詞 他們用一種很仇恨的心 看著我 當時我就 我看一下 但是 很奇怪 我沒有 那個心很冷靜 特別冷靜 特別 沉著氣 我又不會激氣 又不會不開心 當我放小飾的時候 當然沒有人跟你玩 因為全班人 老師說你是魔 誰會跟你玩 當然 在壞孩子裡面 也有些 不讀書 不聰明 我心想 好 你們讀這麼聰明 的人 跟我玩 不要緊 我找一些 可以跟我玩的朋友 跟我玩 那我又過了 我又不會很不開心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個故事呢 我出了家 我回到香港 我出家在泰國 我回到香港的時候 我又去一間齋店吃飯 我又遇到以前 我信宗教的朋友 但很可能他們不認得我了 因為我出了家 我又看了頭 那時候 我也是穿白衣的 背著 我是泰國出家人 那她跟孫子 這個婆婆 跟孫子說 我坐在車裡面 你看看那個人 記住 這些是魔 我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 我小時候又會被人說魔 我出了家 那些人又會被人說我魔 但我覺得很好笑 那後來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可以有這個心境呢 因為這個是平時的生活的態度 那別人跟你說話 如果我們能歸零 我們不認識她說的話 如果她說你是一隻狗 那你也不是狗 你怎麼會認識你是一隻狗 你不會生氣的 她說的話 你也不是那時候 我們的心歸零的時候 所以她說你是魔成零 就等於零 那如果有人稱讚你 那你也可以歸零 因為有時候人稱讚你 也是一個鼓勵 也是很好 但是在鼓勵裡面 如果我執著有人稱讚我 就有個I-mai-me 有個I-mai-me 心也不能歸零 所以我覺得這個 一切從零開始 我覺得 我鼓勵大家在生活裡面 在一天裡點點滴滴之間 其實我們都可以訓練自己 一切從零開始 尤其是一些人 很想說一些不舒服的說話的時候 我們嘗試用這個心去聽 只是一塊鏡 一塊鏡照完之後 聽完之後就沒事了 但是因為我們有一個記憶在這裡 還有我們經常重複 我們聽到的東西 還有我們又喜歡製造一些理由 給我們聽到的東西 看到的東西 我們所作的東西的時候 或者別人做的東西的時候 令到自己很多 心沒有一個靈 就像一個磅一樣 你看的東西是不會準 還有你不會開心的 所以一切從零開始 我覺得我們做事之前 我們又有這個零的心 做事的過程 我們八加零等於八 我又很清楚看到這個數目是八 我不會有問題 我不會出錯 當一些負面出現的東西 那時候 我們也可以把八成零等於零 但如果有時候有些 negative 的東西出現 我們也可以八減零 我們也有聽到 negative 的東西 但它只是一個八字 我們內心沒有一個 negative 的東西 所以我很鼓勵大家 在這些逆境裡 去認識我們這個磁性 在這個腐爛的果實裡 找回一顆種子 這顆是什麼種子呢 這就是我們清明心的種子 我們再次讓我們有一個 就是這個practice 讓我們用這個歸零去 take care 我們一個新的現象 那我就今天有這個小小的分享 和大家分享這個 一切從零開始 好 多謝大觀禅師的一個分享 其實我想我自己 其實在半小時前 我剛剛開咪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點緊張 因為我也知道 我面對著大家 面對著禅師 那我剛才就一路 結束的時候 我都一路怪責自己 我都覺得 剛才的開場有些痠痠的 就是不太自在 因為我想開場的時候 你一定有緊張 因為你想做到完美 那一刻我都很看到我自己 不在靈那裡 我自己是那種不安 很緊張 好像又要去印象大家 就是有這種狀態 那 在我剛剛短短的半小時 我就嘗試用一些 蟬絲帶領我們去歸零的時候 我發現 至少我自己在鏡頭前 我覺得自己是安定了 我自己是一個很強的感受 即是很即時的 即是很感覺到 剛才你的教授很受用 所以在這裏也很感謝你 是的 其實我想很多 即是現在我們都正在收集一些問題 或者我自己都先問幾個問題 即是我都為自己問一些問題 其實我想其實 或者其實鏡頭前後的大家 其實我想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類似的東西 但我覺得這件事好像很接近 好像一個短短就已經可以做到 但又好像很遠 即是怎樣呢 那件事好像很觸摸不到 很難觸摸 而且我們經常都說 歸零 好像我的方法很簡單 但我們又好像有很多藉口 很多原因自己不做 你好像合理化自己 我沒事的 我不需要這件事 但是其實我們好像很多時候 是在騙我們自己 但是為什麼那個藉口 那個力量這麼厲害 會令到我們沒有辦法 可以持之以行去做一些修行的練習 其實可不可以問一下 因為很可能你的苦未夠 哈哈 我的苦未夠 還有或者很喜歡貪玩 其實都沒有什麼所謂 生命去到某一刻 其實疫境 就是什麼令到我成長 就是因為我生命有很多疫境 很小時候就有很多疫境 去出現在我面前 可能是因為這些疫境 去成就了我 對修行很有興趣 還有其實不是很遙遠的 我們每天都在呼吸 不過我們沒有去認識它 我們每天都在運作 還有我們每天都在運作 我們每天都在運作 但是我們在運作中 我有沒有A的訓練 就是attention 我有沒有留心 我有沒有享受 我現在在做的事 無論它是多容易 或多困難 我沒有人都在運作 我沒有這個A的訓練 去投入 蟬是生活 生活是蟬 蟬就是認識 什麼是 認識自己的主人 其實 在一個生命裡 大家都在做的 不過大家不在意 原來這個A 就是讓我去投入 當我投入的時候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們說 Inside outside become one 我相信每個人 都會有這個經驗 當你很專注去做那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裡面的心 和外面做的事情 我們稱為 Object subject become one 外面和內面 become one 其實那個已經開始了 歸零的 產生歸零的作用 但是 因為我們還是未受訓練 所以我們有這個 我們稱為不倒翁 你推去的時候 它還是會有搖擺的 但是如果我知道 有一個方法可以讓我 回到我的中心裡 第一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第二 我借助呼吸讓我沉 所以我們的精神 是沉澱下來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不是那麼困難 在困難裡面其實 不是那麼困難 在絕望裡面其實 不是絕望的 因為 因為有一個練習 可以讓我們 平時你說 我都不太想做 因為很可能 你不需要怎樣做 你都可以生活到 但是 我們叫做 這個練習 很有信心 而且你不做 你是不會舒服的 譬如我做的譬如 做這個練習 是令到我們的身心 很清新的 對嗎 尤其是你剪好 剪了漂亮的頭髮 穿剛剛洗乾淨的衣服 你會令到你的人很有精力 很有精神 因為物質上也能幫到我們 但是 練習更加接近 很接近我們 因為我一做了 我那天 無論是多忙 多少棘手的事情 我的心情是很清新的 只要你嘗試 這個清新的感覺 你不會不做 有時會放棄不做 因為沒有什麼逆境 當你有逆境的時候 你又重複 所以我也鼓勵 現在這個處境 現在全球性這麼多 不認識 很多事情都無常 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是最適宜修行 我們怎麼收 每天都可以坐下旋 譬如三分鐘、五分鐘 看看自己可以安排 即使一分鐘 在一天內不同的時間 都可以做這個練習 這裡一分鐘、那裡半分鐘 即是多頻繁地去做這個練習 慢慢地 你感覺到你很清新的時候 自然會幫助你的生命 就像剛才那樣 你坐完之後覺得舒服了 當你不舒服的時候 你記住這個感覺 然後多些熟習這個練習 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好的效果 對 我想是剛才的感覺 就是成了零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 如果今天大家想有些 拿走 就是 或者我自己 我會覺得 好像電腦 重新整理的按鈕 即有什麼事 就立即 提醒自己 回來 重新整理 再想一想你下一步 你想想怎樣去 抉擇 要怎樣處理 但我想 即是我想平時 大家如果沒有這個習慣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跌了 那個情緒 而且你跌了那個情緒 你自己都不知道 最慘是你自己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覺得 你又不停地合理化你自己的事情 你覺得 沒事 一定不是我錯 因為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我應該是這樣 我幾十年都是這樣的 你現在無端端說我錯 我想在這些位置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產生 剛才沈斯提過 可能有些對立 即是因為你的我出現了 即是你會覺得 這個是我的看法 這個是你的看法 所以我們就有對立 但是當我們歸了靈的時候 我們可能就可以 消融了這些對立 就在那個靈那裡對話 是不是 你很有線根 你講得很好 我先放一遍 我先放一遍 對 那或者 對 所以 或者我們都回應一下 觀眾的提問 好嗎? 好啊 看到有幾位觀眾的提問 好啊 好 等等我看看 我想很實在的問題 因為我想沈斯 剛才我們都在說一些 都不是純粹理論的 但是都是一個方向性的探討 但是有一個匿名的觀眾提到 就是 祝福這位匿名的觀眾先 他說他剛剛碰失了另一半 那麼 他想請教他怎樣學習歸零 即是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過題 知道嗎? 那 其實 就是 首先 我們 始終我們會有生離死別 人有時會有生離死別的出現 都是一個自然的狀態來的 當然我們現在是 如果這件事不發生在我身上 我們現在會說得好像和我無關 當然 自己那一半離開了 都會有點失落 這個也是正常的 但是 我們在修行 即是在我們練習來說 我們修行是認識我們的主人 我們的主人是不生不滅的 為什麼我們練習這麼厲害 要認識我們的主人呢? 因為這個身體有來同去 但是我們的本心呢? 我們認識這個本心呢? 這個本心是不生不滅的 所以當一個人往生之後呢? 雖然他那個悉身 他那個悉身 他不在我們身邊 但是他這個心呢? 是永遠沒有跟我們分開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早兩年 我們這裡有一個法師 他跟了我學 他是立陶縣人 他在香港 受訓了超過二十年了 後來呢? 有一些人 他收下收下 他都成為一個老師 還有很多人很喜歡他 然後呢? 他就要離開香港 去四周圍弘法 去美國 去歐洲 立陶縣人很開心 因為他是有史以來 歷史以來 是第一個立陶縣人 做一個佛教的比丘利 是一件很不簡單的事 但是在兩年前 他因為很投入去弘法 他在頂完一個retreat之後 回家途中 他有一個車禍 就往生了 當時 我們在鄉 那天我們在等著他 加入我們一個Zoom 一個分享 但是他沒有出現 我們覺得他還沒回到他家 我回去 當時我收到一個訊息 說明海斯往生了 我就跟我們的學生說 跟我們的法師說 我收到一個訊息 說明海斯往生了 那些法師就說 師父你不要相信 現在很多騙子 他們說完之後 一秒 我收到立陶縣的電話說明海斯往生了 當時我聽到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 他們每個人都震撼 但是我第一件事 就是我立刻要做一件事 我立刻要做一個訓練 49天 當時我回向他 讓他安慰大眾的心 亦都安慰明海斯的心 明海斯因為他有練習 我覺得他就算是在車禍往生 我不感覺他是傷心的 我覺得他好像一個解決 所以我們一般人 以為有人往生了 那個人是很傷心的 但是如果他的身體是不舒服 或者如果你救他 他也是做一個 一個 一個 叫什麼 植物人 他也不想的 他也是很苦的 所以死亡有時候 這個死亡有時候是 一個完成了他今生的責任 首先我們要接受 他們已經完成了今生的責任 無論我們多不捨得他好 或者我們覺得他應該 還有很多貢獻也好 但是他今期的生命 他只有這麼多 他要繼續他的生命 我們怎樣和他成為一 雖然他沒有在 但是我們就有練習的時候 很奇怪的 他好像永遠都在我們心裡 雖然他的殼不在 但你感覺他的心 沒有和他分開 所以為何練習是這麼重要呢 所以就算我們崇山禪師 都是這樣說 他說 I never die 當你練習的時候 你是永遠跟他在一起的 但你不練習的時候 因為我們太多胡思亂想的時候 你也不聯繫 你也不聯繫 那個人的 他那個 我們說 你也不聯繫 他的心 當然我們就覺得 有分開 但是當我們練習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分開 其實我們從整個大自然都沒有分開 不僅是我們往生的親人 所以我覺得 我鼓勵這位朋友 第一 當你覺得 你很傷心的時候 你要想回 一些好的事情 即是跟你一起 經歷一些 一個美麗的回憶 還有你要 都跟他說 很感恩他 是曾經在你生命出現過 還有他要做的事情 我們也很感恩 無論壽命是有多長或有多短 或者我們的緣有多長或有多短 我們也要很感恩 第二 我們也要有清明心 我要繼續生活 我繼續生活 我只是延續他的好的事情 對方有些不足的事情 讓我今生都可以去 在不足那裡成長 那時候我們出來的世 即是我們出生 我活在這個世間 沒有白走一趟 還有壽命的事情 是我們很難掌握到的 所以我覺得 每次我們看到死亡的時候 我們更加要珍惜我們身邊的人 還有做好自己的職責 還有我們再回顧一下 我們沒有遺憾 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要去面對 不只是這位朋友的經歷 其實對我們來說 失去一個好一個修行人 一個法師 一個不容易 但是生命就是這樣 我都會用這個態度去處理 這個生離死別 變成一些 讓磁性的光延續下去 好 多謝禪師的回答 我想因為這些人生 我們的關口是很刺激我們 當你刺激過來的時候 你才發現 原來像禪師說的 可能有些事情是要平時我們去累積 到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發現原來我們才有那個力量去面對 所以都很多謝禪師剛才一些很實在的指導 希望各位匿名觀眾 都祝福你可以有力量去面對之後的生活 好嗎?多謝你 我們有第二個提問 我們應該是可以接到一位 現場的觀眾進來提問 應該是Emily 是嗎?Emily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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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ly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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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交給你 禪師你好 主持人你好 好 好 好多謝你剛才的開始 那關於禪修和歸零 我想問一下 我應該一天裡面 分幾次禪修好 可能每次十五分鐘好 還是可能早晚一個小時會好些 因為可能每一天裡面發生很多事 我很需要情緒上 或者我需要歸零 就變了可能一天裡面要分幾次 那哪一件事會好些呢? 其實我們修行是叫moment to moment 是的 每個當下都是修行的 當然我們早晚可以 你有一個方便的時間 那你就做吧 但是在生活裡面之間 我們叫moment to moment 生活是 手蟬是點點滴滴的 密密麻麻 我們修行的功夫是密密麻麻 密密麻麻裡面 welche製成 佛教教我們睡覺的 覺醒 想睡覺 我們現在做什麼呢? 應該到A、B、C 然後ALL 因為 在地元icky 當時我有沒有覺察到我的呼吸 我的呼吸是長的還是深的 也不需要刻意去控制 但是我背後是否放鬆 我有沒有留心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這也是禪修 什麼叫做禪呢 我們叫做坐 就是保持一個清明的心 禪就是認識我這個不動的本性 坐禪真正的意義是這樣的 所以不只是坐在這裡叫做練習 其實我們是行著作惡 我們生活中有24小時內 除了休息的時間 其實我們也是在練習中的 當然坐在這裡的功夫 都是很堅定的 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麼重要之後 在鎖上的功夫 我必須要帶回到生活中 每一個當下每一個當下 在一常生活中 我們都要把坐禪的功夫 都要用出來 Emily 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你的問題 好 我相信她能夠收到的了 但我也想請禪師補充一下 就是剛才你說A B C 我想剛才我們A就是要注意力 B是呼吸 剛才好像我們沒有說到C是什麼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C是代表什麼 好 這個C是代表我們的中心 即是我們的小腹 我們叫做小腹 這個小腹 我剛才叫大家放在小腹那裡 我們是否用這幾樣東西去解釋 我們如何幫助自己呢 我們說這個腦 這個腦是思維的工場 我們思考也需要一個腦 然後我們這裡 我們的肌肉是我們 叫做emotional factory 是我們感情 我們有很多的感覺 我們很多時候很激起的時候 會否覺得我們好像有東西堅持在這裡 或者很緊張的時候 我們的心會堅持著 而且跟感情有關的 我們的能力固定在肌肉上 所以我們會有這些問題 但如果我經常想的東西 想得過多 我又只是經常用去思考 用腦 我的腦又很容易會頭痛 所以我們有一個叫小腹 小腹就是我們肚臍下面 我們那個小腹 胃對下的小腹 如果我們吸氣的時候 我們放鬆的時候 其實那個氣很自然就會去到我們的小腹 小腹的作用是什麼呢 其實是消化的 它幫助我們消化我們的有用的東西 讓我們身體可以吸收 沒有用的東西它可以跟我們排出來 這是一個譬如 但是我們可以留意到 如果我們懂得調教我們的調適 在佛教裡面有的調適 在這個呼吸裡面 原來可以幫助我們身體也會好一點 而且當我們調教這個呼吸的時候 也會幫助我們的心 所以我們心體很亂的時候 只是我們懂得去用這個呼吸 讓這個吸氣慢慢去沉澱 去到我們小腹的時候 我們叫做師了 但是如果我們的中心放在腦 你看看它會… 你看看它會… 那些人為什麼會自殺 就是因為它的中心放在腦 和感情裡面 它沒有了中心 它將它的身心靈安住在一點點 如果我們把感情放在腦袋中間 即是我們稱之為棍子的時候 這個就很有趣 很容易反彈出來 因為很乖的筆倒翁 有修詞的筆倒翁 當它有修詞的時候 它有感情不重要 感情是正常的 但是我如何使用這個感情 通過這個呼吸 幫助我們有一個中心 那我就正常了 即是我可以面對… 我可以消化 應該這樣說 我們的中心是幫助我們消化我們的思維 思維沒有好還是不好 但是我們需要消化它 消化這個思維的時候 可以變成智慧 我們的感情也沒有好還是不好 但是如果我們執著它的時候就不好 思維也是我執著它就不好 但是我不執著它 我懂得消化它的時候 那些感情變成什麼呢 是同理心 有一個同理心 因為你知道有這個感情的時候 慢慢我們訓練到 別人也會有這個感情的 慢慢這個同理心 有一個愛心就會出現了 所以這個C就是這樣鍛鍊A 即是現在此時此刻我正在做什麼 那B和C就是一個配套來的 B加C是一個比較深入一點點 不是一個深入一點點的呼吸 讓我們讓我們的人可以讓我們的心平靜下來 讓我們的心平靜下來 我們的氣就會氣和 因為氣就是這個中心 會令到我們的人有一個Harmony在這裏 所以歸靈 如果我不執著這個呼噪的靈 這個靈是包含有一個示威 有一個愛心 和一個和諧的心 所以其實靈裡面 其實有很多的智慧在後面 還有我想我剛才在聽的時候 我自己啟發到的就是 我想很多人都是 和我一樣都是 當你有問題或有情緒的時候 我們很慣性就是用腦去解決問題 有些問題可能是透過思考去解決一些思考的問題 但是其實是透過我們用我們的Briefing和Center的時候 可能我們會發現有時候心靈的問題 特別是身心在一起 你不可以只是用一些所謂理性的邏輯去解決 它需要一個身體去體驗那件事 我想這個是我剛剛在蟬師說的時候 一個我自己的感覺 對了 阿姐 我也給我們多一點時間 我們有多個觀眾可以開麥克風 和蟬師聊天吧 我們有凱恩 阿凱恩 張凱恩 歡迎你 你好 蟬師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多謝蟬師你的分享 我們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大家都在香港很忙碌生活 其實都想有些定期的蟬修去自己練習 有時你們帶著我們的蟬修 當然會進行得很順利 因為會聽著蟬師的聲音 發師的聲音去做 但是如果在自己在家裏做的時候 一合上眼其實都會很快就 因為在自己進行這個蟬修的時候 其實在實際去自己進行蟬修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把蟬修拉回來呢 這也是一個很實際的 因為比較初歌 所以都想蟬師去指引一下 好 多謝大家 是的 凱恩 你的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共修是一個很大的座員 不過現在這個環境 很多時候我們各人都要在家裏修行 所以你要跟自己有一個約會 譬如你跟人有一個約會 你一定會很專注這個約會 譬如你說你會分散精神的 你要留意一下 你還未分散之前有多少分鐘 譬如你五分鐘後 你的心就開始分散了 那你就跟自己約會有五分鐘 給自己 每天無論可以是做五萬 或者分一些時段 不要嫌短 由短開始 短裡面我們 譬如我今天只可以做三下呼吸 那就由三下呼吸開始 那你坐升降機又可以三下呼吸 你走去 你要去買東西那裏 很可能要有五分鐘 或者十分鐘 那你就借助 就算三分鐘 我七分鐘很可能我都要打電話 但是有三分鐘 我都會回來留心 我如果走路的時候 我就回到我走路 我每個腳步那裏 我都試一下在走路的時候 我都可以自然呼吸 享受 找多些時間享受 你不要覺得修行 是要讓你自己 要定定地坐在那裏 叫做修行 我走路也可以修行 或者我可以做運動的時候 我都給我三分鐘定下來 享受一下這個呼吸 享受一下這個 這個定 這個靜的狀態 或者走路的時候 就把這個靜帶進去走路 或者你要跟別人討論 Zoom Zoom 剛才我們也有說過 師傅10秒之後你就會發聲 那10秒我就享受 那10秒就是我的練習 不要嚴少 不要嚴短 在生活中 點點滴滴 你試一下一個星期 有所不同 那你就給自己一個 嘗試的時間一個星期 然後再延續 慢慢就延續 那當然又會散的 散了又再來過 所以A就是這樣 A就是我散了 你就要問 當你散的時候 你就要問自己 我現在在做的是什麼 我現在在做的是什麼 我的主人在哪裡 有時候我們這個移情很好的 這個移情把我們拉回來 我的主人在哪裡 我現在在做的是什麼 那你拉回來 那些外面的境 或者那些煩惱 就會 你這樣問 你會跟他保持了距離 保持了距離的時候 那些煩惱就不會影響你了 就是這樣 不要炎氣短 短也是很好的修行 多次 多次 生活多次用 是 因為我想大家對修行這個字 一聽到修行就一定是 我要坐一個小時 九個字 你會覺得修行 不可能是一分鐘的事 那你就會覺得 不如等我有四十五分鐘 或者我有一天的時間 我才去修行 反而 其實可能 可能是很短 每一天你只做一分鐘 其實已經有效果 所以 都希望海恩可以聽到 蟬師的建議 可以在生活裏面 開始實踐 這個蟬修好嗎 好 多謝你的問題 那 因為時間關係 蟬師 我們最後一個問題 都有請 Wilson 歡迎你 你好 聽到 是聽到 Wilson 你好 歡迎你 你好 你好 閃斯你好 Jushin 你好 你好 Wilson 你好 你好 剛才聽到閃斯有提過 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所執著的東西 未必跟真理是符合的 所以我們會產生一些所謂的苦 但問題很多時候我們都相信我們所執著的東西就是真理 那我們怎麼去識別到 究竟我執著的東西是否真理呢 那是否普遍有人說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智慧了 你的智慧是從何以來呢 那萬一我本人不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 我只是去跟從其他人的 我很多時候覺得大眾認為這樣 你不好意思 我聽不清楚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麥克風有一點 現在聽不聽到 請問 你再說 Wilson 好 不好意思 我直接再說一次 很多時候我剛才發誓說 我們的執念和我們的執念和事實不符 所以我們會產生不開心 會覺得苦 但是我們怎麼能夠去識別到自己所認為的執念 並不是真理呢 是不是單純就是我們要培育智慧 那智慧究竟是用什麼方法從何以來呢 那如果我本人沒有想法的話 那我很多時候就是跟著大眾 大眾覺得對的我就對 或者所謂的權威我就跟著去做 但是如果那件事最後發誓也不是真理的 那變了我們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我想看看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怎麼去解決 其實呢 真理呢 我們說呢 凡是有相對性都不是真理來的 有對和不對都不是真理來的 真理是絕對的 所以如果你說有執著呢 你執著就算是真理那件事都變成歪理的 其實不是在那個理那裡 而是在自己的執著那裡 其實我們要知道呢 一切有違法如夢幻泡影 現在你看到什麼東西是對的 善就是去認識這個自性 那些人是對的 那些人是在這個世界上的 覺得自己適合 但是我們就看不到別人的處境 所以學禪有什麼好呢? 就是無論它適合的處境 或者不適合的處境 我都會去接受 我們怎樣去用這個處境 去幫助自己又幫助其他人 什麼叫跟風呢? 風吹來,北風吹來,樹向東邊吹 吹過,你就站著去吃 你明白嗎? 他吹的時候可以吹 但吹完後,你回到你的中心 回到你的生活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是 我們來這個世界 誰是我的主人? 什麼是我的主人? 如果我在壞的處境裡 那什麼是我的主人? 其實壞的處境不是我們的主人 它只是一個處境 所以禪就要學回 認識我們的慈性 我們的本心很重要 當我們認識我們的慈性 我們的本心的時候 無論是壞還是不好 我怎樣用這個壞 變成一些幫助人的東西呢? 如果我有一些好的處境 我又怎樣用這個好 又可以利益到這個世界呢? 其實這個態度 比較健康一點 對 對 我覺得禪師的比喻 就是當風吹過的時候 你就容許風吹過 然後你就 在自己的中心裡 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可以了 對 謝謝你 好 好 沒有客氣 因為時間關係 今天大公禪師跟我們分享了很多 今天的關於身心靈的一些學習 希望大家在生活裡 都可以多或少應用在生活裡 或者剛才有Vilson 都可以帶著這些疑問 因為我想 很多時候 未必會即時給到答案 但是帶著這些疑問 多些去反問你自己的時候 相信慢慢慢慢 你可以趨向那個靈 好嗎? 也祝福你先 希望鏡頭前的各位觀眾 大家都在這短短的 四十五分鐘至一個小時裡 都可以獲取一些智慧 更加有力量去面對我們未來的疫情 和生活好嗎? 在這裏也做一次多謝大公禪師 多謝你先 多謝 感恩 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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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大公禪師都用了很多 很生活化的一些例子 例如用一個綁 或者用一個不倒翁 其實都希望大家 在生活裡都可以做自己的不倒翁 當你不倒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自己可以有力量 可以面對到很多事情 最後的最後 也是一些小小的節目預告 其實因為我們的節目 都一直多羅羅 一直都會為大家 希望送上更多的正能量 所以明天我們一樣 都會有請問教授的系列 在我們下午六點半鐘的時候 我們有請問教授系列 就會探討COVID和中醫藥 有我們馮教授 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些資訊 還有後日也有一個和系粉彩 Kelvin 陳嘉偉先生 會用藝術的角度 一些比較休閒的角度 和大家希望在生活裡 不同的點點地地去累積一些力量 好嗎? 在這裡再一次多謝大家的參與 也希望遲些再在鏡頭前 再和大家見面 今天時間是這麼多 多謝 拜拜